所以这个地方佛陀把六根的生灭象跟不生灭象 他做出一个判定的标准 就是向外攀岩 六根全体变成生灭 如果你气生灭 手增长 全体变成不生灭 他这个地方就从这个判断 到底他是生灭还是不生灭 有从这个判断 这个我们是这样讲 我们一般的凡夫跟圣人的判断 其实就从你六根的生灭跟不生灭判断 我们之前讲一个公案 你看孔夫子来说 你看四千的圣贤之道 孔夫子有一次带着弟子到匡地去游学 结果被宋人的军队围起来 这个时候非常危险 那么这个时候子路很紧张 拿着刀子在那个地方到处巡逻 但是他看到孔夫子在坐在那个地上 玄歌不断在那个地方弹琴唱歌 好像没事情发生一样 孔夫子就很紧张说 哇 老师啊 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你老家还在唱歌啊 孔夫子说 来来来来 说 辱来我已辱到 我跟你讲个道理 你先坐下来 孔夫子跟子路说 说我这一生啊 辟穷久矣啊 我一生啊 一再躲避这个灾难啊 最后还是没有躲掉 辟穷久矣 我一生呢 求通也久矣 我追求官位 求能够为人民做事 结果还是没有做官 为什么呢 因为天命如此 他说我现在再也不向外攀缘了 我守住我的天命 他说啊 我的天命会有什么样死亡 什么时候回头 我自然会知道 我自知我的天命是如何 外境是干扰不了我的天命 所以我不用害怕 那么子路听了以后 本来还半信半疑啊 果然没多久 那个宋人的经验就 跟那个孔夫子道歉说 对不起啊 我们找的是一个像洋货的人 跟佛陀长得 跟孔夫子长得很像 我们认错人了 道歉以后就离开了 也就是说呢 其实所有的圣贤 他心中都要有一个道 来安住他的心 当然孔夫子的道是天命啊 那个不是很高啊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一个道 来安住他的六根 我们的道是什么 就是达望本空知真本有 向望信真 外向是生灭的 但是真主本性是真实 我们这个道就比这个孔夫子的天命之道 就更高了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气圣灭守真实 就是说你现在六根 我们现在六根好像没有主人一样 没有人管一样 有人刺激你 你就跟他走 有人赞叹你 你就跟他走 所以我们这六根是没有人管的小孩子 这怎么办呢 你六根当中先要有一个道 在那个地方站住 然后你就想办法往那个道走 不要向外 慢慢慢慢 就是我们讲 长官现前 根成事性 硬是消弱 你就是 先把六根里面 把那个道建立起来 建立你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总而言之 观相言望 观信为真 外在的相状 都是一时的 不要太认证 你追求的是一种 永恒的功德 是你内在的心 所以你一个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争千秋 不要争一时 你一个人喜欢争一时的人 你没办法修那个眼睛 守住真实的 恒久的东西 放弃一时的一眼 什么叫做恒久的 就是你心中的道是永久的 外在的射身相位 出法是暂时的 你要先建立这样的观念 然后把那个道 慢慢慢慢地增长 慢慢地增长 这个时候六根就往内收 这个时候能够慢慢走进 六根的家中 这个就是所谓的 弱气生灭 守一增长 长官现前 根层世心 因此修为 好 好